他昨天告诉我什么 七哥从爆料革命有太多传奇到今天 但是我们新中国联邦最精彩的三件事 你别不高兴 第一乌克兰救援 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整个党内说 你这么大个国家在俄乌势上 我们成了牺牲品 叫这个龙头那个哥们 叫他成了全世界代表中国人呢 这是多大的事啊 还能收拾得了吗 咱那个战友说 七哥 这次救援 咱们新鲜邦真的一下走向国际化 第二 洗臂 他说洗臂 你让这么多人赚了钱 对共产党内部触动太大了 共产党只抢别人的钱 哪让别人挣钱呢 能让这么多人挣了钱 他说我们说 最低你现在那个是 三千亿现金 共产党就给你接了 战友现在赚了几百亿 几百亿 他说这了不得了 而且未来还可能更多N倍的涨 而且这个走得那么前 而且这个技术含量这么高 他没想到 特别是挨制配 而且他知道我们在干啥 他是内部情报很多 他说你哪一样干成 对共产党都致命的 第三件事 他说做梦也没想到 你们能在西方世界 共同和战友这些 被共产党抛弃的弃儿 甚至都认为精神病 失败一逐的人 一起打造了一个这样的媒体平台 他说共产党就怕 别人给他抢钱呢 就怕抢话语权呢 就怕被代表啊 有人代表他 你全看了